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骨质增生与骨质疏松是一回事吗 多喝骨头汤补钙才能长高 喝骨头汤真的能补钙吗 补钙产品这么多该怎么选 问题一 补钙补了半天能有什么效果呢 问题二 缺钙了才需要补钙吗 问题三 骨质增生与骨质疏松是一回事吗 问题四 骨头汤能补钙吗 问题五 补钙产品该怎么选 让我们来问问专业人士吧 问题一 补钙补了半天能有什么效果呢 那补钙补了半天能有什么效果呢 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 说你看我补钙有什么效果呢 我这十年八年的补也没有什么感觉呀 那我想问是不是有些人会认为 如果谁骨折了通过补钙 结果十天半个月就下定活动了 这才算补钙的效果神奇呢 我告诉大家 其实啊 这种观念的人呢 他还是把钙没当成营养素看 而是当成治骨折的药来看的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补钙的效果 很多年前呢 有一个阿姨 当年呢 他已经快七十岁了 结果呢 有一天我碰见他 就发现他这个脸上啊 胳膊上啊 都是擦伤的血架 那我就问 那您这是怎么了 摔得这么严重 结果啊 这位老阿姨说 说他拎着两兜子货回家 结果呢 就差一步快到家了 被这个台阶啊 给绊倒了 结果呢 连人带货 八层台阶啊 就滚下来 那我就赶紧问 哎呀 您摔得这么严重 这个骨头关节没伤到吧 结果老太太说 没事 他主要是为了保护这袋子货 说擦破点皮倒没啥 结果呀 人家拍拍土就回家了 要我说 什么是补钙的效果 我告诉大家 七十岁的老太太 八层台阶滚下来 还能胆胆身上的土 继续回家 这就是补钙的效果 问题二 缺带了才需要补钙吗 那缺带了才需要补钙吗 有人说呀 缺钙才需要补钙 那我年轻气症有足够的钙 用不着现在补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啊 等你缺钙了 骨质疏松了才开始补钙 就晚了 我们一生呢 都要注重钙的补充 我们来看一看人体的钙银行 这一个人呢 从生下来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这每个月啊 都要往这个存折里面存钱 在二十岁左右之前呢 每个月啊 还能存挺多的 那过了二十岁以后呢 存钱的速度啊 就降低了 那么每月存不了那么多了 但是还存 到三十五岁左右呢 基本就不再往里存了 那再往后就需要每天从里面取钱出来了 所以呢 一个人这一生里面 在三十五岁时候 骨量达到了那个最高峰 叫做骨峰值 大家记住啊 一个人如果他的骨峰值越高 那么他到老年的时候 发生骨质疏松的几率就越低 所以呢 三十五岁以前的骨盖 就相当于往里面存钱 做好储备 那三十五岁以后补钙呢 道理就相当于尽量少动存款 不要坐视山空 所以说呀 等到缺钙再补 那肯定是不行的 问题三 骨质增生与骨质疏松是一回事吗 骨质增生和骨质疏松是一回事吗 说到缺钙 最常见的就是骨质疏松 其实呢 还有骨质增生的问题 有人说呀 骨质疏松是因为缺钙 骨质疏松呢 是因为钙多了 真的是这样吗 错 其实啊 骨质疏松是从骨质疏松 慢慢发展来的 这其中的机制呢 其实还是个好心 就是当一个人的这个骨质流失多的时候呢 这机体一看 那这么流失太可惜了 那想办法再捞回点来吧 那么捞回来放哪去呢 那就要看哪受力最多 最需要加固一下 这一看呢 膝关节累 那给这垫点吧 那这一看呢 这个脖子天天低头也很累 那干脆也垫点吧 心呢 是好心 可结果呢 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了 顶椎呢 也骨质增生了 听到这儿 您就明白了 骨质增生并不是人体内的钙多 而是因为人体里缺钙 导致了骨的调动多 所以呢 就会有人问 那为什么同样都是补了钙 那有的人说效果挺好 但是有的人却说这个腿还疼呢 这就是因为啊 其中的原理不同 那这个骨质疏松的人呢 本身它骨质的流失 就会带来一些骨痛感 而骨质增生的疼痛呢 则是在这个基础上 又增加了骨刺摩擦的疼痛感 又多了一样 那么所以 当你都足量补充钙之后 这个骨质流失的骨痛呢 是被遏制了 但是骨质增生的骨痛是遏制不了的 那个骨刺啊 是很难消除的嘛 所以 单纯骨质疏松的人呢 可能它就会感觉非常明显 而已经发展到骨质增生阶段的人呢 感觉可能就不那么明显 所以 大家明白了吧 为什么我们呼吁大家 一定要及早地足量补钙 避免发生骨质增生 就是这个道理 这对保持我们的生活质量来说呀 意义可是非常的重大 问题四 骨头汤能补钙吗 那骨头汤能补钙吗 好了 大家都知道补钙很重要 那很多人呢 都爱喝骨头汤来补钙 那么骨头汤到底能不能补钙呢 大家想 骨啊 那可是钙的难融的复合磷酸盐 那么难融于水的骨 你想把它泡在水里 通过浸泡 加热 就把它里面的钙融到水里边来 说实话 其实是非常困难 那有人呢 做过实验来观察 就用不同量的骨 加不同量的水 分别煮不同的时间 然后啊 逐一地去比对 测测这个骨头汤里的钙的含量 结果呀 其实跟自来水都没有什么区别 那你想通过喝骨头汤 来补一个人一天最基本的钙的需求 那需要喝多少骨头汤呢 大致算了一下 差不多呀 要五个浴缸的量 那这谁喝得了呀 所以啊 骨头汤其实并不能补钙 骨头汤的营养价值呢 主要还是在于补充一些氨基酸和脂肪 那我们可以通过什么食物来补钙呢 钙的食物来源呢 就分两类 一个是含钙量高的食物 一个呢 是补钙好的食物 含钙高的食物 我们呢 首先就会想到虾皮 还有那种连骨一起吃的小鱼 虾皮和鱼骨虽然都硬硬的不方便吃 但含钙量还是很高的 那还有一个补钙好的食物 最突出的呢 就是牛奶 因为啊 这个牛奶当中啊 有乳糖 乳糖呢 可以促进钙的吸收 但是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那就要注意了 问题五 补钙产品该怎么选 补钙产品 那这个钙怎么选呢 为了方便补钙啊 很多人都会选择钙的补充剂 那面对那么多不同类型的钙的产品 有液体的 固体的 五颜六色的 熬合的 甚至还有什么瓶子装的 也有各种的讲法 那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我跟大家说 其实啊 也没有那么复杂 最主要的还是钙含钙量 钙含量呢 就是指在相同体积下含有的钙的量 您就记住 碳酸钙是含钙量最高的钙 碳酸钙的含钙量呢 是40% 那其他的什么这个酸钙 那个酸钙含钙量 都不如碳酸钙高 碳酸钙呢 本身虽然不容易水 但是啊 它恰好进了胃以后 一见到胃酸就变成容易水的了 那这不就方便我们到肠道去吸收了吗 而且啊 随着血液运送到身体各处去利用嘛 这很好理解吧 补钙啊 其实还需要注意量和时间的问题 那么成年人呢 每天需要普通800毫克的钙 有特别需求的人群 像孕妇啊 小孩啊 老人呢 的需要量呢 会再高一点 所以呢 每天补钙要足量 但是呢 也有人说 说那一片顶多少多少片的钙好呀 我吃一片不就够了吗 大家注意 我告诉您一个点 就是一次性的大量钙摄入 会引发一过性的胃酸分泌增加 尤其是对于本身胃酸分泌就高的人来说 平时呢 就容易反酸 还容易烧心 如果这个时候 你再加入一个胃酸分泌的一过性的增高 那肯定会加重胃部的不适 所以呢 补钙最好就是分次半后 这样既有利于钙的吸收 同时也避免了胃酸高的不舒服 这多好 而且呀 补钙其实还讲究一个营养素的协同作用 正是说呀 钙对于骨骼来说 那固然非常重要 但对于骨质的强健来说 美呀 心呢 包括铜蒙也很重要 就好像钙房子 这个砖对于钙墙来说非常重要 钙就相当于那个砖 可是如果只给您砖 那这个墙虽然也勉强能垒得起来 但是您发现很不结实 还需要沙子水泥 您要盖高楼呢 可能还需要钢筋混凝土呢 对吧 同样的道理 这个骨骼好啊 除了盖 还需要有美 心 铜 蒙一起协同 才能让它长得既高大又强健 这就叫做营养素的协同作用 所以要想把骨头养好 把钙补好 我们的方法一定要科学 选择容易吃 而且可以坚持吃的钙 而且呢 要分次饭后 每日足量的补充 那再结合一些其他的矿物质 长期补充 这样您的骨骼这种大楼 才会越来越绝实 越来越有力量 悄悄小黑板 画重点 健康骨骼要补钙 骨汤的钙量 约等于白开水 补钙还得看钙源 补足量 多矿连用更有力 分次饭后力吸收 今天的知识点 大家都get到了吗 课后还有自测题 素来秀出您的超强知识吸收力吧